那么如果要是真的 发行弘扬大乘 弘扬尽奏 最殊胜的 就是这个经根诸间能背诵 能背诵 而 真正能发菩提心 不设菩提心 决定是一代祖师 佛教可以从他 兴奏起来 如果没有 戒学的基础 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经根诸读 背诵了 他还是不能开悟 要有戒的基础 会开悟 没有戒的基础 一千遍两千遍 定得到了 很难开悟 所以戒定会三学 叫三五六学 缺一个都不可以 我有定攻戒 我有道攻戒 那是有戒才能攻啊 要没有戒你攻什么 那这有戒才行啊 那个道攻戒 定攻戒 在什么时候 显出来了 在教化众生 是按桥方便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 不是在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要表现那个好样子 叫促学 这是假的 你看 你叫我做 你都没做到 必须自己做到 他相信 这是真的 他会很认真学习 所以教育 身教敌人了 没有身教不行啊 现在的教育是教人的 没教自己 所以教育失败了